科里斯关一下楼下的门 别让他过来 科里斯关一下门 楼下那个铁杂 他上不来 哈喽大家好 我是阿雄 科里斯作为基本上贯穿整个神话危机系列的角色 也是一路陪伴着玩家从小奶狗警察 变成了帅大叔战士 科里斯展现出的强大实力 以及为了保护别人的无畏无私精神 让他成为许多人心中的英雄 之前的视频里我们一起看了由爱国者出品的 神话危机另一位人气角色 整体做工还是不错的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 同样是由爱国者出品的 神话危机克里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一次产品的时间跨度上可以说是很长了 花了五年才做出来 没把玩家熬忘掉这一款都把一些店铺给熬没了 却掉中间疫情几年 一些技术上的问题也算是苦扰厂家了 不过好在厂家言而有信 虽然花了五年但好歹还是出货了 这次的量上算是挺少的 多少算半个定制产品了 盒子包装非常大 比一般的12寸还要厂上一些 正面很简约的印上了角色的剪影 里面是克里斯游戏里的截图 侧面是爱国者工作室的logo 背面一如既往的是英文加日语 不过这次的警告英文没有拼错 打开之后里面还是两个套盒 这大小对比 谁是本体一目了然了吧 两盒取出来这个大小对比就更明显了 盒子上简约的捷影标明了两款产品分别是什么 盒子对比之前的里昂要长一点 本体风格上也做出了差别 本体拿出来以后建议先对身上做一些基本打理 主要就是衣服领子以及下摆 需要将它们拉一拉保证不会卡在背心里 需要将整个战术背心下拉摁紧保证服帖 这两侧的蝴蝶关节上台 让人物看起来不溜尖 当然这个具体看个人觉得哪一种体态好看而定 这是刚开盒拿出来只调整了肩膀的造型差别 左边溜尖右边耸肩 你们觉得哪一个更顺眼一点呢 接下来就是压紧手臂袖子让两侧更贴合 最后一步就是产品身上所有的绑带都是可以活动的 把它们拉紧就行了 出厂为了方便安装绳子都留的比较长 可以考虑剪短点 手动简单打理一下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整体会比之前看到的网图更顺眼一点 对比设定级还是比较能对得上的 手艺好的朋友可以对到设定级进一步打理一下 你们觉得看起来好些了吗 这个头地奥克里斯那个坚毅战士的味是做出来了的 从各个角度去欣赏都是挺帅的 颜骨和眼眶的骨匠细节都做得很不错 让人物的面庞在光线下呈现的比较立体 但是我个人感觉还是稍稍做宽了一点点 正面看有时候会觉得偏圆润了些 这一次的发丝和胡须做得很细 开模精度好评 脑门上两里头发这种细小的地方也有做出来 且不突兀 配件耳机虽然非常小 但是做得也不马虎 随后给了一块黑色蓝丁胶 动动手粘上去就行 困扰厂家很久的就是这个背心了 上面密密麻麻的缝线制作难度上确实不低 整体的版型和呈现出来的效果上还是蛮不错的 背上同样是满满缝线 在腰部还有两个小包 但是比较可惜背心上这些小包啥的都是不能打开的 背上的对讲机啥的也是纯装饰 非常可惜的一点是胸口这里 没有给蛋霞 是三块海绵 我也帮你们试过了 本套玩具里其他蛋霞啥的不太适配 另一个可能是为了给后仰让步 腰上两个包包没有加上海绵 别别的不是那么好看 这件背心是真的下了很多心思 身上一些小配件小细节的地方都做得很细致 但是毕竟六寸太小 加上手工制作 缝线上难免会有些歪扭 显得没那么高级 不过在六寸小比例里 也已经算是非常不错的水平了 两侧肩膀分别是两个鞋口袋 上面印着北美BSAA的logo 无论是胶印还是SOUBSAA的 就字都很清晰没有糊掉 小臂这里应该是做了个拉链细节 随合还配备了一块手表 做的就略微抽象了 铺子也做了很多口袋 但是也都无法打开 战术绑带左腿是弹形啊包之类的 右腿是手枪套 两块护膝箱的毛钉做了涂装 这些套件上都进行了银色干扫 效果不错 鞋子当然是一双帅气的战术靴子 细节以及涂装什么的做的没问题 可惜是个一体靴子 也跟厂家老哥讨论过这个问题 他个人是更看好一体性带来的良好观感 但是我相信很多朋友 还是喜欢分体靴子带来的接地性 我也是帮大家反馈过了 后续产品里也许会用上分体的 头部没什么干涉 所以可动还是蛮不错的 手臂因为衣服比较宽松 所以对可动没有影响 但是相对的也就不如游戏里 衣服那么紧绷 那么还原 腰部因为是布背心 所以可动得以保留 但厚的尺度非常大 但是会穿帮 体差因为裤子还是会有点干涉 手型只给了四对 虽然不多 但是凑合够用 握拳手没给 倒是可以用握持手装一下 握枪手给了一对扳机 只伸直的造型 但是握持力度不是很足 最后就是一对张爪手 武器方面第一把是909手枪 是游戏里克里斯的初始武器之一 小细节做得不错 弹匣可以拆卸 但是特别紧 手枪可以塞在右腿枪套里 枪套是软胶件 如果塞着有点紧 可以电翠风吹软点 枪套上还有个小手垫 可以取下来拿着 匕首肯定是必不可少的配件 黑色的刀身 在刀刃处做了银色涂装 腰上可以收纳匕首 装上还是比较稳当的 正常把玩不会太容易掉 突击步枪一把 同样弹匣可以取下 弹匣身上的细节做得还不错 整体做了银色干扫 接下来就是豪华版里的武器 有给到一把闪电音 弹匣同样可以拆卸 只是我运气不好 中奖了没给到 先弹枪一把做得挺还原的 后面的枪托可以拉动调节 半自动狙击枪一把 表面有做银色干扫 枪托可以拉动 弹匣可以插拔 这把当初在游戏里我还蛮喜欢用的 最后火箭筒当然必不可少 做工上没啥问题 前面的弹头可以拔出 当初每次玩脑火的 就加入风铃月影棕 然后激情火箭筒 同款火箭筒之前李昂也有配一套 小手雷给了三个 上面是贴纸 肘雷 燃伤手雷 闪光手雷各一个 地台是塑料壳 相比传统的宝丽石 一类会更轻便一点 地台正面写着 上面还伸出来两只可爱的小手 台面上是一段破碎的道路 上面有一些裂纹以及碎石 还有一些熏黑的痕迹 碎裂的一侧有一滩绿色的液体 液体质感做得不错 看上去像果冻一样 随和给了一堆小圈圈 要一个个自由发挥 把它们装到杆子上 会稍微有点紧 但是漆面牢固度还行 没有出现划痕 躺干的安装孔位有点紧 笔刀稍微削一削会更好安装 随和给了五颗磁控灯 红绿灯拔出来 可能因为漆面问题 所以这里比较紧 拔出来塞入对应颜色的灯珠就行了 MING PAO TORONTO 随和还给了一只开心小狗 你们看那个大嘴脸的多开 鸡狗身上的破损效果 以及血字都做得挺不错的 把丧尸犬那种凶狠的气势做出来了 最后还有一只乌鸦 战利性做得不错 有个平面就能战 上面的羽毛细节也没有含糊 脚眼睛是红色的 视频里看不太出来 地台全高40多公分 也算是个小跪坝了 但是整体呈现出来的效果 可以说是非常棒 这套地台拿来摆拍6寸玩具 非常合适 无论是像这种横平静一静 还是像这类稍远一点的 柱屏全身造型都很搭 好了 视频也接近稳生了 虽然说这款装品 确实是熬了很长时间 才成功出货 甚至听群友说 他预定的店铺 都已经跑路了 但是好歹是在订单量不理想 且制作难度不低的情况下 熬出来了 产品呈现出来的效果 我个人还是挺满意的 刚开盒盒看别的视频 确实会觉得脑袋小了 但是打理以及摆造型以后 维和感确实小了很多 盒料精度和整体效果 我个人觉得要比鲁羊更好一点 比较可惜 为了一体性牺牲了接地可动 有点浪费了素体不错的可动性 布背心虽然耽误了很长的工期 但是整体上还是不错的 起码相比于软胶背心 多了可动 观感上也要更好 做工缝线上的一些小瑕疵 那是难以避免的问题了 再就是胸口三块海绵 确实可惜 一台做工也没有啥问题 搭配玩具很出圈 你们觉得这款产品怎么样呢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视频做的还行 还请一键三连加关注 我是阿雄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